各位朋友,今天我們早上講三個項目, 第一個議題當然是現在國內網上很熱門討論 江蘇徐州楊某俠女士被當做一個奴隸, 被當做一個性奴隸, 很多年都用鎖鏈鎖住頸拘禁的情況, 環球時報前總編輯退休做評論, 胡錫進說這些是窮生惡,惡生常的典型, 其實我們就要問,怎會還是窮呢? 現在不是說扶貧,基本的貧窮已經消滅了? 是去年中國在習近平治下的一大成績, 而且徐州都是沿海,都是江蘇沿海附屬省份, 雖然封願是比較窮一些,但絕對不是很窮困的地方, 窮生惡,現在國內宣傳說中國的民主是非常進步, 全過程的民主,亦都講究社會主義底下的人權、法治等等的問題, 這件事我們看得見聽得到,真是令人無骨悚然, 主要問題不是單獨的一件事,單獨的一件事當然很可能會發生, 而在國內輿論下,基本上會認為這種拐賣人口的事情是挺普遍的, 絕對不是單獨的事件,前幾年大家也聽過有個叫做黑磚窯的事件, 就是有個消磚窯窯,利用四圍去擺大小孩, 將小孩當奴隸奴去生產磚被破獲, 在國內很多人都相信這種拐賣人口的情況經常出現, 而徐州這件事固然吸引人注意, 似乎抖音有個民間記者說徐州封怨有另一個婦人被毆打至殘廢, 二十多年只能躺在地上,不是躺在床上,是躺在地上, 似乎又是一個被拐賣到徐州的事件, 剛才說徐州不算是窮的地方, 剛才去年新華社屬下的遙望東方周刊, 很可能是中國最出名的周刊, 是將徐州入選為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 而是很多知情人士的了解說徐州是一個拐賣之城, 2005年都整二十年前, 有一本浙江學刊嚴肅的刊文, 就說這類情況拐賣人口在八十年代開始, 在八八年到九零年這幾年到高峰, 每年這些個案可能達到二三千人, 又混亂, 外賣人去江蘇似乎都不是個別的, 都幾多這些案例, 主要令人震驚就是, 哇,中國的利智的敗壞, 很明顯剛才說這些徐州楊某俠的事件, 這麼多年這條村的人一定知道, 那些村委會、村支部書記一定知道, 鄉官都可能知道, 我剛才提到這個黑專堯事件拐賣兒童做奴隸工, 這些附近的人,附近的村民沒理由不知道, 那你會見到第一, 那這些鄉村兩級的黨政組織, 哇,完全不理事的, 完全沒有法治人權觀念的, 當然,村鄉也有很多這些惡霸, 另一方面你會見到在共產黨治下, 中國人的基本道德、 基本法治、人權觀念幾乎是蕩然無存, 在農村窮, 一些青年人儲不到老婆是一個社會問題, 很多地方都出現過, 譬如農村窮困的家庭, 有時差不多將女兒賣出去, 前好幾年也有報導過, 菲律賓、越南都有這些所謂郵寄新娘, 收到一些聘禮, 根本沒所謂認不認識, 都嫁給澳洲的農村人, 前十年越南的經濟未起飛前, 也有一些很窮困的農村婦女, 因為貪圖這個聘禮, 講得好聽些聘禮, 嫁到中國農村做新娘都有, 五、六十年代上世紀, 很多十年前, 聽說有些退休的國軍也儲不淺, 去窮困的山地姑娘, 山包家庭又是所謂聘禮, 差不多買個新娘都有, 但沒那麼虐待, 這樣虐待的情況出現, 你會見到真是人性醜惡到這樣, 我們聽見真是無骨悚言, 無辦法想像, 為何社會居然出現到這樣的情況呢, 剛才講這些故事絕對不是個別事件, 一樣聽過很多女大學生在沿海城市, 被拐賣去了內陸農村做新娘, 或者沿海大城市的普通家庭, 都時時留意到拐賣小孩子的事件, 你會見到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人都缺乏一種安全感, 你都見得到, 哇,這個治安的情況是這麼惡劣, 地方官怎樣管這個地方呢, 總之就是上頭吩咐要扶貧, 做好扶貧,上頭吩咐要直樹直樹, 要避免煤礦災難, 避免煤礦災難, 平時民生上的問題, 真是沒甚麼檢理, 出現這樣的問題真是令人害怕, 中國還說發展起來, 2022年世界出現這樣的情況, 更惡劣當然是有關官方人士, 最初死都不認為有擺賣人口, 說了幾十次謊言後終於承認, 事實上輿論上個個都知道, 這種是幾普遍的現象, 這種是很惡劣的行為, 很惡劣的風俗習慣, 在很多農村都存在, 一個社會搞成這樣, 絕對不是個別的事情, 而是多年來那種人性的扭曲, 理智的敗壞所造成, 動得人驚的情況, 真是還說甚麼發展呢?